来创造新世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现在解释华藏世界的佛的国度 这个佛国度指着毕鲁卓诺佛的国度 和毕鲁卓诺佛的国度是空的 其实佛国度本空 因为缘起 缘起而出生了华藏世界 缘是什么事物呢 缘是什么 世界本空因境有 这个境界的缘 也给世界本空因缘由 缘生助罚 在这华藏世界的成教 它的有 有四种缘 四种缘 第一种 明这个 身为缘觉成的 他能卸脱了三界一些 出众的业惑 因为他没有佛字 没有佛的智慧 不利众生 辞于空寂 对 第二种是 为了三成的菩萨 他想求生 一种进度 所以佛这个 就是四限的这个 佛的国度 就华藏世界 三成菩萨 他没能彻底的 正的法性的立体 他的情之 情见 他的知见 知见 不能普遍 利益一些众生 他在情上 情感上 不是智慧 情感上 有个净土跟惠土的差别 的分别 他在净惠土之间 在土之间 在所依报的依报 他不能得到自在 不能得到自在 就没有受容 不能了知 助法的实相 不能证得 他的本体 但是为了利益众生 显得福德的殊胜 这个福德的相 差别 种种差别不同 人家说 心禁过 在国独禁 心不禁 到哪都不禁净 但是这里的显现的不同 为了另一 另一切众生 没有执着 没有取舍 就像那个 空中的云一样的 一会变化了 一会变化了 如果是你静心观 空中的云变化万千 第三种是 令一切那个 法空的纵上 为法空 无相的道理 有好多宗人一听说空了 他就落于断见 都空了 什么都没有了 他做入室 想 他不知道空而不空的道理 一说空了 佛教一讲空 就像我们出家 到出家道场里 顿入空门 他不理解 空门不空的 还有好多事要做 他们想出家 一出家了 社会上有种俗话 说你禅拿去当厨师去 一天归是那个菜钻 禅当厨师 拦出家 而一样想睡大觉 出家就好了 出家一天睡大觉 你们出了家了 是一天睡大觉 如果有一类众上 他不为 不为神的 一说空 他一法空 神都没老母了 他不知道 那个空啊 法空是无相啊 无相之相 无不相 空是说法性的立体 法性立体要随其住缘 缘生故有 因缘所生的法 没有十字性的 因缘所生法 我说就是空 但是这是 空者 是空那个执着 咱说空了 并不是把一切事物都毁了 才叫空 就是在一切事物之上 所以沿着空里的 不是录给断剑 什么都没有了 是断剑 有一切法 长存的常见 出家 就不愈落二边 即不落于断 也不落于长 祝福的果德 一切散热因果的报仰 你是空不掉的 随缘还旧业 切莫造新养 别才犯罪了 因为你关是空的法 让你空确的是污名 污名空了 就成就得业了 得业是不空的 这让人变化 幻术 爽魔术的死 他好多的气 你问他哪儿来的 哪儿也没有 他变化点 就是无所冲了 以无所去 这都是要掺的了 就靠你思维修 思维修是惯例 这是王羲大院所成的 显现的华壮世界 其他的大菩萨 祝方的大菩萨 到时候看华壮世界 庄严无比 咱们住在华壮世界当中 咱看华壮世界是什么样子 华壮世界的说不世界 就是咱们所受的 所住的 在祝福往昔是大院修成的 华壮世界 在咱们是业 你所做的业 业力所成的 你随着业的引现 见好环境 见坏环境 见你的右体 见你的一抱 你就一着二抱 随你一而生的 也随你的一而灭 那你转了 你也到清静 你没转 没转就是烦恼 这五着 五着 五着 那是 这个上来所讲这个都是玄义 要讲这品了 华壮世界 要讲华壮世界了 没入文 先讲讲大义 昨天跟今天所谈的就是华壮的大义 华壮世界的大义 现在这是华壮经的经文 来解释这个文 解释华壮的经文 它有分几大段 一个是 说华壮世界的英国 说他的字体的英国 第二是 明这个华壮世界的南部庄严 第三个是 明这个华壮世界所处的差 差无差别 以入世的文字 文 这一段经文 解释华壮庄严世界这个名词 天界是名词 这里道有长行 有技术 凡是许果的地方 就属于他修阴的时候 是指人说的 这阴啊修阴啊 深广难彻 就南彻呢 第二段 就张这个英的体相 体相 来辨别华壮世界 而是普贤菩萨 福告大纵言 诸佛子 此华章四季海 是毕洛哲诺来往昔与四季海 为尘数节 修菩萨行事 一节奏亲近四季海 为尘数佛 一佛所 净修 四季海 为尘数大怨之所严禁 这个举例啊 就是差海 差是差度 差是最大的 不是像咱们那个一个国度一个国度 差里都包出了无数差 每处差都是包吵了无量无边的世界 把它称为沙海 这个华章四季海 是毕洛哲诺佛 最初修行处所 所得的净佛国度 先讲修音吧 修音的时间长得很 把佛差 把佛差磨成了微尘 每一微尘又做一叉 过去在这个三成教义里头 说三奇 是三大恶生奇迹 三个没法去成数字的数字 成就佛国了 华安静可不善 华安静是一说时间了 没有时间 无央数的时间 无央数是不可知数 不可知不可知 感到华安静四季 说这个数字的话 华安静单有一品 说数字 俄成其品 有一百二十多个大数 那不是凡夫所能算得出来的 也不是二成圣人 所能知道的 怎么办呢 我都缩短 无量节的时分 就是一时 经过好多 经过无量数的时分 就行了 不计数 多节是一面 一面是差成为处处节 就这样讲 无量节 就是时分 经过很长的时分 就是了 所以在那些个多节当中 遇到很说殊胜的因缘 很多书院就亲近了很多祝福 咱们现在是亲近这个披露诸诺佛的化身佛 实价摩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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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披露诸诺 披露诸诺就是实价摩尼 说用的时候 说体的时候 披露诸诺 说他经过长时间修 长时间经过好长时间 以多节 多节 遇到殊胜因缘 遇见祝福 在这个多佛的当中 他都发了清净的大愿 大愿 愿成就一个清净佛果斗 每位大愿 出了家之后 想找一个好的处所 就是找个好的道场 也等于找个清净的修行的地方 学习的地方 能够断烦恼的地方 了生死的地方 在这个当中 或者是到这个长庄 或者一个庙 住一段时间 在那个庙住到时间 总敢叫不合适 不合适就是 对自己的意念 身所受的 心里所想的 叫不相应 不相应住不就去了 不是一生两生 经过无量生 为什么生下来 十几岁就想出家 继续前因 你经常做比销比销你死了 死了又流转来了 来了还想前头 我是个和尚 我是个比销你 还要出家 这个前因不昧 这种力量你说不出来 每个人回忆一下吧 特别出家二宗师父 你回忆一下你的 你的过程 一心想出家 出了家 都想断烦恼 殊不知 烦恼是越断越多 谁给你的烦恼呢 你自己生起的 没谁给你了 在这住住不合适 到那住住不合适 要你的心 能够适应物 心能够适物 心啊 要能钻井 不要被环境转 心能钻井就通佛一样了 心能通佛了 你的心啊 被井转 总被环境转 就是这个心啊 被环境转 总是烦烦恼恼的 在这住着也不合适 到那住着也不合适 这个世界上 没有合适的 有没有出家 有还书的呢 很多 现在也很多 还了书了 更不合适 那个烦恼更多了 那怎么办呢 再出家 比修 比修 你是不行 比修还可以 如果再出家 第一个条件 先得忏悔 再想争戒 再想受戒 把前头的罪啊 忏完了再说 没忏完 不能再受比修戒了 颤尽前夜 再能重守 那不是这个条件 什么条件 不是现在这个 岔海子中条件 那匹鲁卓诺诺佛 不是这样子 他在每一个节里头 不就每个十分当中 泛语接拨嘛 持人十分 实质最强者 阿生齐 实质最短者 叫刹诺 一刹诺之间 也就是一面之间 一面之间 毗诺诺诺佛 在静修 要想有个处所 那就自己创一个 像我说 住谁的都不合适 那我自己建一个 这样 住这个庙不合适 那个庙不合适 我自己修个庙 自己修的该合适吧 然后这个房子不合适 买房子 搬家 到处挑地头 撞 想找一个住处的相应 所以经过很长很长的师范 发了很久很多的清醒大愿 修行了很多很多的功行 才成就 华诺识鉴 这篇的来意就是这样的 这么来的 从他最初发心 现在我们最初发心 遇到佛 实跃摸你佛了 没看见佛 没看见佛 这是佛的末法 你不看见佛像 你不看见佛经 你怎么发愿呢 从你最初发心 发什么呢 要成佛 要度证上 成了佛的 有个住处处所 长大成人了 离开父母了 你自己得有间房子 管它是租的吗 买的吗 管它怎么的 你得有自己有个处所 你得有自己有个处所 也入室 发愿的时候 我成佛的时候 我令这个世界如何如何 阿弥陀佛也是这样发愿的 四十八愿成这个极乐世界 我整个舍得众生 咱们把十家 摩尼佛 也是毗洛众佛的 这个法 分住 这个三段 一个正法时期 一个相法时期 一个末法时期 咱们现在吗 是末法时期 封到十家摩尼佛了 而且封到是末法 没有发愿成佛 也像毗鲁哲诺这样子的 自己发愿 庄严一个佛世界 那咱们现在 释迦摩尼佛的 末法 来到人间了 也发心 信佛 修道 因为在学法当中 惯 惯就是思维 惯就是心里想 在学习当中之后 想象 披露着那时候 他经过很长的时间 在那个 燕灯佛 燕灯宝记 在二个时期 二个时期就是供养的 很多很多的佛 在三个时期 又经过供养 供养很多的佛 总数大概有好多 供养三十六恒河萨 一恒河萨 有好多沙子 咱们这个智慧是算不出来的 恒河萨比长江萨 吸得多 恒河是好几千里 五千多里 这么长 那河里的河里的沙子 那河里的沙子有好多 咱这智慧是不知道了 那在佛的智慧 一个恒河萨 数字不够 大概是经过三十六个恒河萨 正常 有的经常说三十八恒萨 不从数字去讲了 但是在修行的成果 成果才能够经过这么长的时间 供养祝福 以什么供养呢 证得了无声发音 无声发音 无声发音把它调过来解释 印度剧啊 引一切法无声 这叫无声发音 承认一切诸法 不自省不踏省 无声无不省 就是观念 观念一切诸法 思维一切诸法 在这个大字的论说 那个时候 实际上摸你 也就是披露 知道吗 用五花供养颜登佛 很少的 五花 这五字花嘛 咱们供养花 一大把一把一把一捆一捆 这五字花 金刚神上说 金刚神上说 我有少法可得 就是无法可得 金刚神上说 佛是不是阎能佛 与我受计啊 没有 他不与我受计 就是无法可得 也没有受计之法 也没有学习之法 是什么法呢 无声法 无声法 无限可重 那还说 没有还等什么 等其余其他的一切法门 有大悲普世 有大悲心 心里从来不起奋念 连对众生 对一些事物 起个不高兴 一个奋念 连这个念都没有 赞叹横河撒术 祝佛的功德 修无上菩提 修六多罗密 这样子 只是这些个说 这个华藏四季的成教 从发心而来的 现在修行 经过六度万行 修满了 团经像十度 十度圆满 在一一的佛的佛所 净修有世界微臣树的海 做比喻 那些微臣树的大愿 我不经常跟我们 作为道友说 发大愿吗 发愿 发好多个愿呢 那个愿可太多了 见神发什么愿 人发什么愿 普贤普责十大愿 咱从静横平开始嘛 十一卷的时候 就发大愿 愿是无穷无尽的 到佛国干国呢 也是无穷无尽的 其他的经论里头 都说六度万行 黄岸经一说就是十 十数圆满 十大愿 十大愿 因为这些个 不是三成的教义 是一成圆满的教义 是独显佛国的 国德 显佛的法身的本体 显方广的相容 因身 果烦 因越深 果越烦恼 越 正德越多 所以 一报越差 一不差一报 所以一人的措索 他量啊 无量 无量 小成的 咱讲一个说不思论 三成的大小之分的 一塞究竟天之十境界 塞究竟是无塞的啊 这是别于他方的国度 现在是演的华文经 一成 十佛的境界 大小无奈 大小无奈 无奈也不仗 不仗那意思 敬会平等 是而先敬四界 是而先演四界 是演静相容 倒是静啊 倒是演呢 也不是静 也不是演 非演非静 都是一时仅仅 有时候说无边相 说相多得很 四界相多得很 这叫四界相 就是把它收拢了 无尽的相就是一相 有时候在表法当中 说一些住法难立 回归心境的时候 一法不立 明显散相 大家从梵王经上说 一花把一国 一国律师家呀 说周扎 卢所诺佛的 报神佛所住 那个千花台上 有千叶 千叶莲花 坐 这个符合 这个符合 这幻境是佛的宝座下 宝座 出现那些个大菩萨 就像 卢所诺佛 这是报神佛 他的千叶莲花 千叶莲花 就像千释迦佛 这叫大花 每一世家 有花一百亿个 一百亿啊 一百亿个国度 一百亿世家 俗话 百亿国 一国一世家 这叫小花 大花呢 试试着 这个 这个世界 总的世界啊 这不是华藏世界啊 这个世界说 他所住的 这个 这个十家国度 大花的十份 这说博世界 咱们说说博世界 这世界是十报佛 所化度众生的环节 他这一花百亿国 一国一世家 一个世家 蒙婆 又花百亿世家 这百亿世家 一个世家 一个化度 四大不正 咱们所说这个必经 大花 一个就有一百亿 千释迦呢 那一千个百亿 那就是一千个百亿 每一个画佛 就有一个四大不正 这画景 这叫分析来说 这些像 归一像 一像是什么像呢 它一像 不坏一切四千像 这个莲花外 还有别的佛刹呢 莲花内 是卢舍诺 莲花外还有别的佛刹呢 那就多了 这叫不可思议 但是法界无差别 一定要性体来容一切像 这个道理 这个道理非常深的 如果明白了就称佛了 你可这样想啊 如你现前警戒想 你静下来 想你 咱不想这个南人 南人不如吧 寡想咱们这个国度 中华人民共和国 三十个省份来说吧 三河大地土地 你想的是大概 好多地区你没走过 你没见过 咱们以为新疆 青海西藏 你打开地图看吧 人员稀少 土地非常广 不能住人 对 也没有开放 很大吧 你再看这 艳海的这几个省 福建啊 浙江啊 江苏 艳海这省 你在地图这里看到了 它都标着 每个土地有好多 每个有好多 打开地图看 好多个国家 很小很小 十几万 它就算个国家 小国大国 无差别 咱们在国度的边境上 好多的少数民族 咱们不知道的 那些没调查 没像书 没上图画 你就不知道了 一两千人 一两千人 也是个国家 你的康青藏 这边境 游牧民庄 你看一看吧 人类是无穷的 咱们所见到这一点点 土地是无尽的 一望无尽 一望无尽 那个大平原 大草原 是要说山 站到山点一看 左一山 右一山 山不断 一层一层一层 很多 咱们心量太小 见的太少 过去人讲 井底之娃呀 那井里这个 蛤蟆 就 蛙青蛙 他不知道外面好大 他知道井那么大 那在大地里的 一个蛙 一个青蛙 调到井里去了 连人也谈天啊 这青蛙 跟那个青蛙说了 那井底青蛙 就得随着那井边 转一圈 说你得陆地 有我这么大没有 这就形容着 井底之娃 他见的太小了 咱们这子说 南瞻步骤 一个国道 这个南瞻步骤 咱们一大步的 还太多了 现在不到星球啊 到月球啊 每个星球 这都属于南瞻步骤的 一个太阳 一个月亮 一个星星 现在你的飞机 飞不出去 南瞻步骤 不过你飞的星球 和水球 还得南瞻步骤里头 从来没到过 北俱炉州 北俱炉州 人呢 寿命一千岁 也不害病 也不干啥 什么中间痛苦 没有 福报所感 但是没有佛法 怎么看到 经常看到 你每天都知道 威托菩萨 现在三周感应 四大步骤 怎么自有三周啊 那个周不信佛 他也用不了去护法了 他就护法 这三个周就好了 有三周感应 他在福报当中 他福报当 他可以说 没什么 一点痛苦都没有 凡复 下界人 人间 想生天上 你生天上可苦了 跟北俱炉州一样 寡相佛 他有佛法 他闻不到你 他不闻 他寡去做乐趣了 没有时间信佛法 跟北俱炉州一样 这个苦乐参半 有苦又有乐 他苦的时候 他想求泄土 脱离苦 他找出乐 所以他就信佛了 说信教 反正耶稣 老庄都算教 他也教你做好事 各个教义不同 说不纠建 咱们管他叫 邪教 邪魔外道 信佛才能处理 这是正报了 正报必定有 一报 无论一些动物 不止人类 反正有情的动物 它必有一个住所 蚂蚁住在树下了 在那打个洞了 蚂蚁窝了 蚂蚁动了 一切众生都有他一个住所 这说 我们这个一说 一处说 一切法呀 从他的相上讲 表达的 成诸坏空 从他理上讲 一切诸法 就是称性的 称性的 他是不坏的 不坏的 但是理所坏的 是相是识 是必一理 一切识 比一理而能难壮 理一定能成识 这叫法界无差别 叫性向圆融 那这个世界的识 讲识 他怎么成效的 大地 像是土地 土地在空中的 地球整个是在空中的 大地要依赖什么呢 甚至来支持大地的呢 支持大地的是风轮 支持大地的是风轮 风轮持着大海 大海叫香水海 香水海 完了还有七大沿海 在这海里头有出莲花 现在莲花上 看不见莲花 莲花又持着海 持着岔 岔又持着海 那有个台 有个山叫轮山 有的夹着叫台轮山 台的面上 它是地 它是土地 土地上又有河 又有河 又叫仙河 海间里头有仙河 这河间里大地上 才有树木啊 才有人类 有这些个 多种河城的 能持着这个大地的是风轮 能持随所持 所持叫香海 海上又出莲花 海上才有这个 岔 岔里头又有海 咱们土地上 那看大海啊 土地很少 土地很少 海很多 所以把这个大地呀 说成十分 在地球电影这个 标查这整个的地球啊 十分之中 自有一分是土地 人类终住的 有能田 有什么 这只占 在这个河海中 只占十一分 三里占三分 水面占六分 咱经常的 咱们这个 社会人言论了 科学的言论是 三三六水一分田 酸在土地面积占了三分 大海海水分就占了六分 只有一分是田地 这样看来水很多吧 咱们科学家现在调查 说人类缺水 快没得水吃了 同时呢 值得怀疑的 南冰洋 北冰洋 都在化呀 化都是水呀 咱们人类没得水吃 三三六水一分田 人在这个田地上做 应该是水无尽吧 水是多是多呀 那个水不能吃啊 不是引入水呀 这个咱们将来再讲啊 不是讲这环境的意思的 这里到 地球总讲河 但是我们这里就没有说河 说风轮 说香随海 说莲花 海里出莲花 那花 莲花又来吃着茶 吃着海 当代佛门起诉 孟参老和尚 1915年7月13日 生于京吉林省白城地区 1931年 在北京防山县都率四出家 一生学通显密 教通八宗 畅讲华言 力宏力藏 虽蒙雷谢之灾 三十三载 弘法兴致未曾烧歇 于2017年11月27日 在大陆五台山安详时机 享受一百零三岁 感恩孟参老和尚 一生眼说大称 少龙火肿 缅怀风范 祈愿老和尚早日 趁愿再来 慈敏独钟 利乐有请 现场倒数 5 4 3 2 5 5 6 6 6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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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8 8 9 8 8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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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赚了不少的钱 但是他却将大部分的收入都用来购买森林进行放生 哎呀 王老板 您来了 今天想买些什么呢 老板 我要两箱鱼 还有这箱虾 也帮我一起放上车吧 好的 小林 快来把这两箱活鱼和一箱活虾搬到王老板车上 好的 老板 王老板慢走啊 下次再来哦 嗯 好的 这位王老板可真是有钱啊 每次一来都买那么多的鱼虾 是啊 我想这位王老板一定非常喜欢吃海鲜吧 哈哈哈哈 那你们就错了 这位王老板是吃素的 吃素 那他怎么会买那么多鱼虾呢 是啊 而且他几乎每个星期都会来 要是不吃的话 那他买那么多鱼虾做什么啊 他是买回去放生的 啊 放生 老板 你是说王老板将那些鱼虾买回去后全部放掉了 是的 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啊 我也不知道 听说他这样做已经很多年了 王老板曾经邀朋友一起去放生 他的朋友好奇地向他询问 为何会经常放生的缘由 王大哥 你每次放生这么多鱼虾 可要花不少钱呢 是啊 但是和他们的生命比起来 这点钱不算什么的 王大哥 我一直想不通 是什么原因让你每个星期都会购买生灵进行放生呢 不满你说过去我也是杀生吃肉的 我年轻的时候经常去山里选购木料 深山里自然有很多的山产野味 那时候什么野兔 山鸡呢 我通通通都吃过 来来 王老板 尝一尝我们这里的野味 萝卜炖野兔 野兔 还有这烤山鸡的味道 可是非常鲜美的哦 真好吃 这真是难得的美味啊 王老板要是喜欢 走的时候就带一些回家 别的东西我不敢说 但野味和木材 我们这里多的是 那真是太谢谢你了 那几年被我吃掉的野味非常多 当时有一位阿姨劝我不要再杀生吃肉 但是我却把她的话当成耳边风 年轻人 这野兔是你打死的吗 不是 是朋友送给我吃的 年轻人 我劝你以后还是不要吃这些东西了 为什么啊 这些野味很好吃的 可是为了满足你的恐怖之欲 却让他们失去了生命 这样做你不觉得太残忍了吗 怎么会呢 山鸡野兔被吃掉很正常嘛 你这么做可是杀生啊 是会遭到报应的 哼 吃野味的人那么多 怎么也没见他们遭到报应呢 阿姨 我不相信这个世界会有什么因果报应的 那位阿姨的话 我根本没放在心上 阿姨 依旧继续吃着野味 终于 果报降临到了我头上 那一天 我独自一人上山 却在山林里迷了路 诶 这是哪里 我好像走错地方了 该死 我该不会迷路了吗 啊 这 这是怎么回事 真该死 走了这么久 我竟然一直在这里绕圈子 怎么办 这下该怎么办才好 就在我不知所措的时候 更大的危险来临了 一只大黑熊发现了我 并对我发动攻击 我的妈呀 好大的一只熊 我死定了 竟然在这里遇到了熊 我见那只熊冲了过来 便拼命地往前跑 结果跑到了一条河边 前面是滔滔河水 后面是追来的大熊 当时我想 难不成这是上天对我杀生的惩罚吗 啊 糟了 没路了 看来今天是死路一条了 难道这是我吃野味的果报吗 我吃掉了那么多的野味 今天轮到我葬身熊口了 啊 早知今日 何必当初啊 河水又深又湍洁 涉水肯定会被淹死的 但黑熊离我越来越近 不下水也是得死 就在这个时候 我虔诚地向天发誓 以后再也不会杀害生命了 菩萨 我发誓 从今以后我一定借杀吃素 请饶我一命吧 说来也真奇怪 我刚刚发完试后 河里就有根木头 从上游飘了过来 我赶紧跳上去 借助木头的福利 渡过了河顺利脱险 太好了 有木头 今天真是好险啊 看来果真是有因果报应的 从今以后 我可真的不能再杀生了 从那以后 我便不再吃山林里的野味 有时还会花钱 将它们从伐木工人手里 买来放生 哎呀 王老板 要回去了吗 是啊 货都齐了 得赶回去了 吃完饭再走嘛 你看 我刚抓了一只野兔 等一下我把它炖了 我们好好喝两杯 这只兔子你卖给我吧 怎么 你想带回家吃吗 那就送给你好了 不是 我想将它放生 而且我现在已经不再杀生吃肉了 啊 你说你以后不吃野味了 你想把这只兔子放走 是啊 你能卖给我吗 依我们俩的交情 就别提什么卖不卖了 送你了 你想怎么处理它都行 真是太感谢你了 兔子 走吧 以后小心点 别再被人抓到了 那只兔子仿佛能听懂我的话 我放了它后 它竟然没有立刻逃走 而是跑到我的脚边 轻轻轻地用鼻子磨蹭着我 像是对我表示感谢 天啊 他这是在 谢谢你的救命之恩吗 这真是太不可思议了 世间万物真的都有灵性的 王老板 我说了 这只兔子是送给你的 更何况就算要买 也用不了这么多钱啊 不是的 这些钱你先拿着 如果你看见有人抓到小动物的话 就帮我出钱买下来放生吧 王老板 究竟是什么原因 让你有如此大的转变呢 我上次在山里迷路遇到熊时 发过怨 只要能活下来 以后就不再杀生 没想到真的活着回来了 我怎么能不遵守自己的诺言呢 原来如此啊 事情就是这样的 我过去肆意杀生吃肉 所以得到了报应 差点就死在山里 还好我及时悔改 并前程发愿 这才得以活命 由此可见 因果报应真实存在 所以我现在才会经常来放生 真是没想到 你还有一段这么奇特的经历 王大哥 你现在能如此生意兴隆 财源广进 我想这也是你戒杀放生 而击下的善果呀 自卑加分的成功人生 Come on 生命电视台 自卑加分的成功人生 自华加分的成功人生